天上下起落石雨 大大小小的石頭滾落 駕駛一發現不對 趕快踩油門 瘋狂加速 但車子還是不幸被砸中 下地站 對 我趕快先躲到這個 差點GG 3號早上7點58分 花蓮發生瑞士規模7.2強震 其中山區市區都有嚴重災情 而撤離及搜救行動展開後 許多行車記錄器及監視器 拍到的驚險瞬間也陸續曝光 當天就有駕駛行駛 在太魯閣國家公園 就驅動溪口方向 地震發生遇上落石 本來只在遠處聽到陣陣聲響 但瞬間一旁邊坡 就有大群石塊滾落下山 加重擋風玻璃 瞬間裂成蜘蛛網狀 然後揚起大片塵土 最後畫面直接一片黑 觸目驚心的瞬間 讓看到影片的所有人都嚇壞了 另外在高空中 也有人捕捉到瞬間 從上往下看 山脈上不只有雲 還有一團團顏色比較深的煙塵 就是走山的瞬間畫面 有民眾3號早上 從台北松山 要搭飛機前往台東 7點58分事發當下 他並沒有發現是地震 只覺得雲的顏色 和平常不同有點奇怪 8點01分就拿起手機拍下 但其實那不是雲是山風引起的黃灰色煙霧 還有山體走山露出內層土壤的樣貌 影片幾乎就是記錄到地震的瞬間 不只觸目驚心 也讓人類面對大自然 心聲敬畏 不少的生還者真的是死裡逃生 山岳村員工上班途中 也遇到了土石貪方 道路全都被落石堵住了 眼前全部都是塵土飛揚 為了脫困他跟其他受困的民眾 徒步在利物溪逃生 走了好長一段時間 終於遇到搜救人員 不停喘著氣 徒步在利物溪肅心逃生 碎石進到鞋子裡雙腳濕透 但這時已經完全顧不得 擔心下一秒會不會又有落石掉下來 還是只能繼續往前走 試圖脫困 強震造成土石貪方 道路被落石堵住 無法通行 3號花蓮大地震當天 要前往山岳村上班的林小姐 開車經過白沙橋時 突然感受到劇烈搖晃 我以為是我的輪胎的問題 結果我才一停車的時候就開始 我前面上去 綁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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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綁這樣 我以為是在拍電影 我趕快 我旁邊的工程車 你趕快過來 快點 林小姐一旁的貨車駕駛 趕緊呼喊 叫她快點躲到路邊的車輛旁 才讓他們平安無事 度過最嚴重的山崩 不過眼前的景象 讓她完全不敢相信 我們要加到幾點了 打開有人來救我們 眼前塵土飛揚一片霧茅茅 只能看到一旁的欄杆 落石也還在持續掉落 一個多小時後 好不容易等到塵土終於消散 林小姐和其他受困民眾 為了脫困 心裡雖然害怕 但還是在石頭上一邊爬 一邊往上看 注意土石掉落 不過 然後衝到那個 林安橋 就發現真的不能爬了 因為整個就是垮掉了 然後那個 帶我下去那個同事 我說我們走水路好了 辛苦走了好長一段路 終於看到搜救人員 幸運被載出災區 劫後餘生的林小姐回到家後 家人全都哭成一片 我一直在哭 然後我先生看到 我也是 終於這樣都回來了 他的家人也要求他辭去 15年在山岳村的工作 強陣實在太恐怖 家屬都不想再經歷 也不想再有任何風險 鐵筆新聞高中 陳家彤花蓮採訪報導 好 希望傷者可以早日康復 那麼在花蓮精英酒店 建教的實習高三生黃家安 他當時被巨石壓住 忍了一整個晚上 才從九曲洞被發現 送醫之後一度失去了呼吸心跳 莊葉克膜急救 如今更被醫師宣判 他有可能腦死 滿身沙石雙腳又被巨石卡住 整個人無法動彈 他是高三的黃家安 在精英酒店當建教實習生 遇到地震 當時失聯整整一天 家屬交集不已 最後在屏東消防特殊人員 挺進之下獲救 但他傷勢嚴重 腿部多處骨折 情況不樂觀 情況越來越糟 家安的哥哥語氣聽起來相當低落 一早趕往醫院 弟弟原本擔任飯店房務員 地震後受困兩天 忍痛一天一夜 才從九曲洞被發現 和同事們一起被救出來 送到醫院一度沒了心跳 持續昏迷 六號裝上葉克膜急救 八號出現肺栓塞 如今有可能鬧死 他才17歲 醫護人員也希望 盡全力保住他的雙腿 以及性命 親友持續為他加油打氣 TV新聞綜合報導 持續追蹤這一位高三學生 黃家安選讀建教班 就是因為考量家中經濟狀況不理想 想要幫上一點忙 如今他正在跟死神拔河 家人們是非常的舍不捨 也透露他平常在家 真的非常的孝順 而且非常開朗 進到這間房間 牆壁刷滿薰衣草子油漆 小小空間卻滿滿溫馨 這裡就是這回遭遇不幸 高三學生黃家安的房間 層架上還放著酒店識別證 但現在無法上班 更不用說回來這個屬於他的小窩 家中經濟支柱沒了 黃家安的家人不只擔心身體狀況 還得擔憂未來的錢從哪來 因為一家家境稍微困苦 卻了解小時候父親就過世 被媽媽送到阿姨外公外婆家住 黃家安就讀的學校 校方語氣也相當不捨 持續關懷家人 透露黃家安很乖 很陽光又樂觀很上進 社群上也能看到不少黃家安 校園生活的鬥劇影片 校方透露同學們都很難過 只希望未來能在一起搞怪 一起玩樂 繼續好好過高中生活 TVBS新聞 中央報導 好 花蓮強震現在還有六位的民眾失聯 加上在花蓮當地其實陸陸續續有在下雨 而且一直有落實狀況發生 目前最新的搜救進展 我們先交給豐瑋 花蓮大地震之後 現在還是有六人失聯 所以現在搜救的工作 還是持續的在進行 但是在沙卡蕩步道的0.85公里處 現在搜救單位就聞到很明顯的氣味 可能是動物或是人體的遺體產生的氣味 所以他們在0.85公里處 進行了大規模的搜救 同時他們也出動了土耳其的無人機隊 還有台灣的搜救隊 共同的來執行空拍作業 製造這個3D的影像建模 希望可以讓搜救的工作更順利 不過除了在這個沙卡蕩步道之外 在和人礦場這裡 還有一名消信的礦工是失聯的 所以除了有七名的礦工 來協助作業之外 也出動了三家的怪手以及警銷人員 來搜尋這個失聯的礦工 但是很不幸的是 因為今天早上10點45分左右 在現場是出現了攤幫 所以這個怪手以及機具的作業 都暫時停擺 得看天氣如何 以及現場的情況 再繼續恢復搜救 好 當然六位的失聯民眾當中 還包括了來台觀光旅遊的新加坡夫婦 他們目前依舊是下路不明 更多訊息我們再把時間交給風圍 在澳洲級的新加坡夫妻失聯之後 現在他們的家屬 包括妻子的妹妹還有姐姐 都已經來到了台灣 但是他們不光是人來到台灣而已 他們還帶上了夫妻檔的衣物 希望可以提供給搜救隊 讓搜救權聞一聞之後 他們在現場的搜救會比較順利一點 希望透過氣味徐人的方式 就是早日找出這新加坡的夫妻檔 但是除了在這個沙卡丹步道的 0.85公里處他們進行搜救之外 搜救隊也推估說 他們有可能在地震前 就往前走了一段距離 所以他們也往前推進了700公尺 出動了7個人還有3隻狗 來前往現場來進行搜救 不過至今還沒有找到人 小石頭一顆一顆 從大到小疊在一起 來到花東必拍的小石頭隊 但注意看畫面的右上角 仔細看畫面中 有模糊的兩人走過去 高的身影穿著黑衣服 矮小的則是紅衣服 與強陣中失聯的新加坡夫妻相似 家屬一看畫面確認就是他們 黃蓮強陣仍然還有六人失聯 其中在沙卡當的兩名新加坡夫妻有了新線索 一名核信導遊跑到指揮中心表示 團圓中有德國遊客拍到夫妻身影 他說他有回頭看到有兩位東方面孔的一對夫婦 在被舊單人員發現之後把他們帶過來的時候 又經過看到他的一個地方 他就跟舊單人員說這可能裡面還有人 德國遊客是在2號晚上到花蓮 3號一早就出發前往步道 7點20就在步道口拍照留念 7點40分中途停下來休息 在所謂山蘇園路邊拍了小石頭的影片 後方就拍到了新國夫妻 發生地震後 這兩名德國遊客順利平安脫困 結束行程後就飛往日本 但還是持續關心地震情況 仔細翻看影片照片 才會發現這段到此已有的紀錄 也意外成為失聯新國夫妻 最接近地震時間出現的影像畫面 特別請導遊提供線索 家屬也在8號抵台 前往太魯閣的指揮中心 希望有好消息趕緊傳出 早日找到他們 TVBS新聞裡面會告中 張凱瑞蘭婷 花蓮採訪報導 好 最新的搜救進度還包括了 有導遊指出失聯的新加坡夫妻 在五間屋前500公尺的三蘇園 有機會可以找到 另外遊家三人的最後身影 也疑似出現在五間屋 目前持續搜索 消防局8號空拍畫面拍下 到處都被砂石覆蓋 怪獸挺進 把握每分每秒 在砂卡檔持續尋找失聯者 但隔了一天9號 天候不佳 因為今天的早上6點多又有一個雨震蠻強烈的 然後還有那個昨天到今天的山區應該有強降雨 我們今天一早有先請同仁去飛空拍 然後去確認裡面的地形地貌有沒有改變 恐怕搜救進度受到影響 目前0.4公里處的阻別 水路遇到卡住狀況持續克服 搜救熱區0.85K封閉區 出現明顯異味 後來確認是死機 至於書面提供新國夫妻線索的導遊 提到五間屋前500公尺的山蘇園 特搜也會納入參考 其實那邊都搜索過了 我們今天再重複了 就是怕如果深埋的話 就會比較麻煩 畢竟每個線索對搜救來說都很重要 還有居民特地從三間屋 徒步兩個小時來到指揮所報案 他說那時候大水管也跟我們到 但是人在那邊不曉得被埋 所以下雨以後才聞到的 對 它是悶嘛 希望能夠幫忙特搜隊 另外一個各界持續關注的 還有有家三人到底在哪 在五間屋做生意的老闆家人 也有看到最後一眼 我小舊子的老婆 我們五間屋裡面有陽機 那老婆騎到那邊有看到這個小孩 就往那個小墜路 那個通紅孔那邊 我們車子是可以從那邊出來 這一家人 他確定就是在第一個 第一個現在發現的點 認為同一個區域在挖 就很有機會找到另外三人 直盼這些蛛絲馬跡 都能成為巡獲失聯者的關鍵 TVBS新聞花蓮綜合報導 好妖跟救難人員說一聲辛苦了 尤其4號下午在小追路步道 尋獲的第10名罹難者遺體 當初靠著特搜人員 徒步深入50公尺的崩塌山壁 踩在石堆當中徒步走了一個小時 才將人順利的搬運出來 購買機升空 原本青山綠水的峽谷 如今山河變色 全都蒙上了一層灰白 只剩下左邊的九區洞 還看得出來這裡曾經是 風光明媚的太魯閣國家公園 但除了紀錄地震後的景象 還得透過畫面積極找尋失蹤民眾 果然不久後就在附近的小追路步道 發現了罹難者 不過一旁的步道已經被弱石壓垮 想要靠近只能徒步踩過脆弱的亂石 往崩塌處深入近50公尺 擔心危險一開始還先有五人小組 擔任先險部隊靠近遺體 4號下午3點多發現的遺體 經過了解是來自桃園的65歲連姓男子 他跟妻子以及常駐國外的女兒 一家三口出遊 結果遇到強症 妻子跟女兒躲過一劫 但連先生卻被弱石衝走 救難人員為了將遺體搬運離開 冒險踩在石頭及枯木上 還得徒手將樹枝 破碎的步道殘骸搬走 才通知單駕進場 在追路步道 我們一利用無人機 發現那個連姓的父親 每個動作除了得曉晴意義 還得跟時間賽跑 因為救援現場上方 就是一處高達百公尺的攤方抖壁 只要突如其來的餘震 連同救難人員都將無路可跑 最後花了一個多小時 在下午4點半左右 順利將罹難者帶離現場 不捨家屬生離死別的同時 更不能忘記這群幕後英雄 用生命當賭注的救援行動 TVBS新聞 徐晉鴻 吳中勛何一信 華連報導 華連縣府也在今天上午舉辦了 頭期法會 罹難者家屬也帶著沉痛的心形抵達 其中蘇信講師被救出來的時候 因為被落實擊中 已經沒有了生命跡象 耗時27個小時才完成了大體修復 花蓮強盛經過一周搜救一共11名罹難者 花蓮縣府上午舉辦頭期法會 花蓮縣長徐晨衛以及立委婦昆琦夫婦也到場上香致意 慰問罹難者家屬 其中蘇信講師和康老師的家人也帶著沉痛的心情到法會現場 祈求保佑罹難者都能夠得到安息 還有八位失蹤的邪群救難的這些特殊隊員還在做最後的努力 希望把這些失聯失蹤的八位民眾能夠把它找到 花蓮三號發生規模7.2地震造成邊波土石滑落 不少罹難者當下遭巨石擊中甚至被壓在底下無法動彈 大體修復也增加難度 根據中央災害應變中心9號統計一共11人死亡 在沙卡當還有兩名罹難者沒找到 八人失聯包含六名本國人以及兩名外國人 搜救持續進行希望儘快傳來好消息 TV新聞綜合報導 這一陣也震出花蓮不少的軟角樓 距離天王新大樓只有400公尺的北冰街6號 由於屋林老舊內部牆壁崩裂 即便使用綱樑支撐還是持續的倾斜 因此在今天進行了拆除作業 一大早大型機具來到現場進行拆除作業 直接從民宅最頂端用力敲下去 畢竟再不拆就怕會有危險 知道五層樓高的民宅鄰近天王新大樓 也是受到強制影響被貼上紅單 即便出動鋼梁支撐依舊抵不住 整棟樓持續倾斜彷彿彿成了軟角樓 一場大地震過後 住家裡面所有物品倒在倒 牆壁出現一條條裂縫 原本家是避風港 如今卻成了最危險的地方 這棟樓位在花蓮北冰街六號距離天王新 僅四百公尺左右 屋齡超過三十年住在裡面大約十戶 建設處從九號開始拆除 預計三至五天的工程 下一個列拆除名單的則是在不遠處的 博愛街五十二號 針對圍樓拆除作業 另外天王新部分邊拆邊檢遺留物又加上右側巷子比較窄影響進度地震後一周需要幫助的人數逐漸攀升 要回到地震前的生活恐怕還需要一段時間 特別新聞 江博君 高姊姚 王思淳 謝賢喜 花蓮採訪報導 不過還是有正面的消息 就是在地震之後 當地收容所的設施跟物資迅速到位 這引起了日本媒體關注 還有日本防災專家指出 應該要向台灣多多學習 我們再把時間交給風味 花蓮大地震之後 國際上都在看 在日本這邊他們表示說 應該要向中華民國來學習 為什麼 因為其實在花蓮地震發生了兩個小時左右 在現場就已經架設了收容所 還有帳篷 流動廁所 跟一般的物資以及糧食等等 都馬上進駐到了現場 同時除了這些基本的物資以外 現場也架設了這個紓壓的小站 讓民眾可以舒緩一點他們的緊張感 而對於小朋友來說 他們也提供了一些電子的遊樂設備 讓他們可以比較輕鬆一點 同時也比較人性化的 因為現在大家都會用手機 所以他們也提供了一些充電的設備 讓大家都可以在這個收容所裡面 感到比較自在一點 而富士新聞網 他們就訪問了 花蓮縣政府的社會客職員 他說其實他們在對短的時間內 就上傳了照片在LINE群組裡面 而這個群組裡面 不光是搜救隊而已 還有一般的民間組織 甚至是民眾 所以這個搜救的效率 就會來得比較好一些 而另外日本的災防專家 他也提到了 其實過去在日本發生大地震之後 都是在兩到三週之後 才看到這個物資會比較齊備 但是在台灣花蓮這裡發生了地震 兩小時內就被土了這些基本的物資 三小時之後就啟動了收容 這是相當高的效率 同時在日本的這個研究中心的 主任研究員他也講到了 其實台灣就是因為我們會定期的 進行災防會議 以及事先的分配作業 所以不需要政府的指示 這些民間單位馬上就會自主到這個前線 去進行救災的工作 如果你想要掌握更多 即時的新聞內容的話 現在可以打開你的手機 掃描TVBS的QR Call 掌握最即時的新聞報導 台積電慈善基金會董事長張淑芬 今天一早也帶領專業的技師團隊 前往花蓮勘災 將會盡全力的給予協助 而且也親自前往受災戶的家中砍漢 政府在做的我們不參與 那對於民眾比較有需要的話 我們會比較快一點 403強震重創花蓮地區 不光是政府 各大企業 以及民間紛紛伸出援手 就連台積電慈善基金會董事長張淑芬 一早搭火車前往災區勘災 甚至連團隊都一起帶來了 我們做事都是要走第一線 第一線看完了以後才做決定 那我們今天把團隊都帶來了 就是我們做廠宿的那些人 他們來了 張淑芬說團隊很看重這一次 救災不止專業技師 連副總又來到現場 相信經過他們的評估 很快就會有結果 要給予哪些幫助 而他則是親自前往受災大樓內 如果這東西掉下之後 用買的就好了 這個小東西真的很麻煩 因為住在這種房子裡面 心裡還是會怕 這句輕輕安撫 受災戶的情緒 畢竟好好的家 因為一場地震嚴重回損 尤其雨震不斷 內心真的好煎熬 眼淚更是止不住 外界看見花蓮真的很需要幫忙 由行政主責的政災基金會 由4號開始 募款專案截至8號 宣言累計款項來到3.26億 募款時間將於5月3號結束 為期一個月 集合式住宅的 還有那個整批的住宅的那個案子 目前還在作業中 還沒有到我們手上 那賞戶的部分 來領取這個專案慰問金 就是每戶1萬元 另外日本網友也討論 關於這次國內救災速度 快感到非常佩服 截至8號上午11點為止 日本民間也已經捐款1.9日日圓 TV新新聞年用程余平傑 謝謝請我們從花蓮採訪報導 觀眾朋友我們插播最新消息 是地震重創的花蓮 所以雲朗觀光集團旗下的漢平酒店 因為毀損嚴重所以宣佈停業 近百名員工將面臨資險 對此漢平還沒有作出回應 這是在下午的2點25分 我們提供您的最新消息 還要來看到的是花蓮強政 正值不少學校的畢業旅行 考量了安全問題 校方紛紛取消行程改前往中部 有花蓮飯店業者6月前 團客預訂全部取消或延誤 估計損失高達了2000萬元 家長提供台北市某私立小學 三天兩夜的畢業旅行 原定4月10號出發 不過必旅行程安排 是前往花蓮 包括災區的泰魯閣國家公園 晚上住花蓮美輪大飯店 距離北冰街9分鐘車程 第二天還會前往鯉魚潭風景區 齊心潭 第三天則是遠雄海洋公園 不過因為花蓮強政 學校跟家長討論後緊急更改行程 改到中部閉旅 不少花蓮旅宿業者受到影響 像這一次學校原本要住三天的花蓮美輪大飯店 業者表示廉價前兩天的住房率 本來都有九成發生地震後 加上交通不便 整體被取消了八成左右 團客則是佔了整體住房率的五成 六月之前也全部取消或延期 營業損失估計2000萬 而也在閉旅行程中的泰魯閣國家公園 因為強震土石大量崩落 知名的地標牌樓差點被砸毀 菜館處也早就宣布暫時封閉園區 另外花蓮元雄海洋公園 也宣布4月4號到4月10號閉園一週 等於閉旅行程中重要的景點 暫時都去不成 校方表示天災無法預測 但學生們很期待閉旅 地震發生的隔天也緊急線上討論更改 短短一兩天要排出帳 家長全部滿意的行程 真的比較難 不過三個班級多數家長也都同意 校方也和廠商討論 將原本的餐點升級 原本的盒菜改吃buffet 遊樂園的餐費也從200加碼到280 希望不完美中 學生們還是能在碧旅玩得盡興 TV新聞綜合報導 老爸救星 越喝越醒 每天不能沒有你 蛋 豆牌 蛋咖啡 蛋捲 好香喔 跟前面去旅遊 25米 不能加前面 好 不能加前面 我負責 這很快耶 怎麼只有我一個人 我們這邊兩個人好好玩喔 你可能真的覺得好孤獨喔 哈哈哈哈哈哈 每周六晚間8點 TVBS42台 演員們的旅行 本節目由時時速 先補查冠名播出 掌聲四起 就是我的薪水沒漲 走在街上 感覺連呼吸都要花錢 這樣誰還敢談戀愛啊 愛情席題怎麼解 快來抄作業 完全省錢戀愛手冊 請鎖定TVBS42台 想吃瓜嗎 想看最新最勁爆的 就到TVBS娛樂頭條 YouTube官方頻道 快訂閱起來 抽獨家好禮喔 折天上的 餐月之旅 吃一餐搞懂 中月風味 哎呦 還很像水晶餃 對 煮片我們吃到這裡面 整個是甜的 包紅豆腺 或是沾鋪麵的 沒有 有什麼吃 小蝦米 富有童酥跟花生 這裡就多少錢 沒有什麼關係 一整盤 這其實是一個很高的精神 你都用很少 整個吃得很少 每周六晚間8點 TVBS42台 演員們的旅行 本節目由時時速 先補查冠名播出 指紅的臉再出來一點點喔 對 不錯 不錯 郭樹瑤一席牛仔馬甲妝 搭配白折短裙 林子宏外套配寬褲 以情侶妝一同登上 美妝數位節目的策展封面 在上面然後做了剪裁的小巧思 就我身邊充滿了各種愛心 嗯 就蠻喜歡 覺得蠻可愛的小巧思 互動也是很有愛 這次在跨國興趣合作 恰逢是黑色情人節上檔 單身五年的郭書瑤 不怕面對 你知道黑色情人節是什麼嗎 我不知道啊 就是單身的人過情人節 單身到底為什麼要過情人節 蛤 是不是很confused 這殺人租心欸